皇上一看就急了 告诉身边的小太监 去 把阿克顿给我叫进来 这小太监就回皇上 说这阿克顿大人哪 从外边站了会儿 听您啊 没有什么其他的吩咐 就回去了 人家下班了 你好 我是昆仑刘石 欢迎您来到我的书馆 听我挨这儿啊 给您说书 哎 再给您拜个年 这是这个春节啊 最后一回咱们拿年说事了 哎 上班了吗 我这书馆啊 也是恢复了正常的更新 也就是说打今儿起啊 这一年里啊 咱们不会再断更了 闲言少叙 书归正传 咱们就啊 聊一聊 这复查皇后死后 给这乾隆朝的官场 带来的这场风波 这上文书咱聊的是 这个因为复查皇后的死 大阿克三阿克 表现出啊 有失孝道 所以呢 这乾隆皇帝就亲自降旨 判处了这二人的政治死刑 也就是说 这乾隆皇帝告诉了天下 说这两个孩子呀 不可能继承他的皇位 那按照实力说呢 这爸爸跟孩子闹了矛盾呢 多数以后这关系是会缓和的 那有古语不就说了吗 说这两个山呢 他见不着面 他两个人呢 他常常见面 哎 更何况是父子之间呢 所以说啊 哪天呀 这话一说开了 可能关系就缓和了 可是这永章永从 这两个皇子爷呀 那瘦数短 还没等着乾隆皇帝 原谅他们呢 就吓死了 这两位皇子的事啊 还不算完 这乾隆皇帝呢 又把这失去爱妻的 这个悲痛余味呀 用到了大臣身上 哎 这第一个倒霉的是谁呀 这第一波倒霉的 那就是皇上老爷子身边 这汉连院的大臣 那第一个倒霉的 那自然是这汉连院的 掌院学士 那这会儿大清朝 汉连院的掌院学士是谁呀 这个掌院学士 说起来呢 还是真有学问 并且呀 他还是个满洲人 叫阿克敦 阿克敦呢 是张家世 资敬和满洲 整兰奇人 是康熙48年的近世 和其他秋八出身的满洲人 那还是有区别的 人家可是真有学问 在这个当年呢 这皇上啊 亲自电视的时候 这阿克敦呢 就做的一篇锦绣文章 这满洲人呢 出了个有学问的 那这皇上家呀 自然是当宝贝似的捧着 哎 所以这官呢 做的也不小 历任过呀 这兵不上书 礼不上书 太子太保 还是协办大学士 到了现在呢 他是这个汉连院的掌院学士 属梁广祖东 还兼着广州将军 这我这么一算来呀 这又是精官 又是外放啊 这身上的型 那可真是不少 哎 实际上说着 阿克敦 为什么能做到 这么大的官呢 这里边 引中啊 还有一个原因 咱们先放一放 一会儿再说 咱们先说说 这阿克敦 到底犯了什么事 就在乾隆十三年 这皇后 驾绷在这个 陪皇上 东巡回栏的路上 带到这大型皇后的子宫 运到了京师啊 那第一件事 这乾隆皇帝就遇汉连院 让汉连院啊 给这大型皇后 也就是孝强皇后啊 编转册文 那您想啊 这汉连院这帮汉连是干嘛的呀 那都是读书人里的尖子 他们是装管这个的呀 什么编转册文记文呢 写个国书啊 替皇上啊 拟旨意啊 这都是他们该干的事 换句您能听懂的话说吧 汉连院呢 就相当于皇上家的秘书处 您想啊 那还不快吗 下完旨意以后啊 一天的功夫 这汉连院的 掌院学士阿克敦 就把这道孝贤皇后的册文呢 给皇上捧来了 这乾隆皇帝也一看呢 就皱眉头子了 新了话说 哎呀 我这大清朝养的这帮汉连 那是白花钱了 一帮饭桶啊 你瞧瞧这册文写的 这上面啊 竟然把这皇后写成了皇笔 并且呢 在这满文一边 这皇笔啊 翻译的就是 先太后 这一下子 这孝贤皇后啊 就成了乾隆皇帝的妈了 有人说这皇后嘛 身份尊贵 这汉文诏书当中啊 写成皇笔 不算什么 实则不然呢 有这种想法的很多学者呀 他没分析到 这在满语当中啊 这表现人物身份以及叙事啊 都是很粗黄的 他这个满语 如果错写成先太后啊 倒是完全有可能的 如果这个汉语啊 把皇后写成皇笔 我想啊 那完全是不可能 您想啊 这帮汉连是什么人呢 那都是儒学礼仪的专家 这笔啊 在汉族人当中啊 就是妈妈的意思 那皇笔自然是皇上的妈妈了 您看啊 他们汉人呢 他有一句话 叫儒丧考笔 就是说呀 这事啊 让我非常难过 就像死了娘老子一样 所以说 据我推测 这篇满文的测文 应该是先写出来的 而这篇汉文的测文呢 是依照满文测文翻译过来的 所以呀 才出现了这样的错误 可是皇上不干呢 皇上一看就急了 告诉身边的小太监 去 把阿克敦给我叫进来 这小太监就回皇上 说这阿克敦大人啊 从外边站了会儿 听见啊 没有什么其他的吩咐 就回去了 人家下班了 这皇上一听啊 差点没给气死 赶紧叫人派侍卫 把这阿克敦给我逮起来 紧接着呀 就是让刑部 给这阿克敦呢 议罪 这皇上御指上 交代的清楚 他说呀 今日汉类院奏大型皇后 策文内有皇笔字 清文翻为先太后 从来翻译 有是理护 此非无心之过 文艺不通 所可比 其此文流中 欲细揽交出 即看出大不敬 背谬之处 欲指询问 则阿克敦等啊 皆已散去 此间阿克敦 因前日 解其携办大学士之故 心怀愿望 则怀样样是人臣无望 此之未也 阿克敦 着格职 交刑部问罪 德通等 着交部言查一奏 您看这上面写的 这德通等人啊 应该是起草文件的 这个小汉林们 让这皇上啊 一并就给处理了 那罪过最大的呢 当然啊 是这掌院学士阿克敦 不过呀 从这道旨意里啊 我倒能看出 这皇上啊 他是有意偏袒满臣 他呀 是执意的认为 是先写出的 汉文测文 翻译成的满文测文 所以说呢 他认为这个翻译的人呢 无非是按照原文翻译 所以说罪清 然后呢 这起草汉文诏书的人 罪过要重一些 并且呢 这里边还提到 是这阿克敦呢 天天啊 自命文学老成 没想到这点的疲劳啊 他都没看中来 所以啊 格职查办 交到刑部问罪 那刑部也犯难呢 心不想啊 这算什么罪呀 你写错了 写错了怎么改了 不就行了吗 好家活的嘞 看这皇上啊 气得呀 都年轻了 怎么年轻了 气得跟三孙子似的 这刑部的大人们 一商量啊 看样子啊 是得委屈委屈啊 这阿克敦大人了 给他呀 一个重罪吧 于是呢 就给这阿克敦 议了一个 脚尖后 意思呢 就是说呀 给这阿克敦呢 判了一个死刑 怎么死啊 脚死 但是啊 是死缓 并不是啊 立刻执行 待到这个 每年秋天的时候 皇上啊 好 冒情勾绝 一罪的奏折 装到匣子里啊 呈给皇上之后 这皇上一看就急了 连奏折带匣子 一下子就撇到了 刑部大臣的脸上 皇上说 你们这是蒙谁呢 我知道 你们呀 跟着阿克敦呢 是一墨子 我知道这阿克敦啊 做过你们刑部的正堂 所以说呀 在一罪的时候 你们就偏袒于他 我前一道旨意里 也都已经说得很清楚了 就阿布敦这种行径啊 那是大不敬 是愿望 是即人臣无将 怎么着 你们听不懂朕的意思是吗 着刑部驳回从义 这刑部堂官一看这意思啊 信了话说了 哎 这好办了 您要是都不觉得什么不合适的 那我们更吓得去家伙 于是啊 直接就把这脚尖后 改成了斩尖后 虽然啊 都是死缓 可是这回啊 伸手异处 是一点都没给这阿克敦留脸 那有人就说了 这回这阿克敦呢 惹定是死定了 哎呀 还真不是 没过几天啊 这阿克敦呢 稀里糊涂的 就从这天牢里啊 给放出来 不但释放啊 而且呀 是戴翠半针 从这天牢里出来呀 扔在内阁 学士上行走 并代理 公布侍郎 再过一个月呀 他又 熟理了 刑部尚书 并且呢 还给了一个 香白渠 汉军 都统的官衔 刚刚到年底 这阿克敦 算是 官赴 原职 有人说 为什么呀 这乾隆皇帝 岂不是 拿国家法度 开微笑吗 这首先说呀 因为皇后的死啊 这乾隆皇帝 他确实有点失心疯 再者呢 他也想借机呀 敲打一下老臣 这最为关键的是 这阿克敦的儿子呀 他横了去了 那就是 大名鼎鼎的 乾隆朝重臣 阿贵 这阿贵呀 能文能武 又是朝中重臣 刚刚过去不久的 依次金川之战呀 那打上了 完全是指着这位大人 所以说这皇上 多少的 还得顾及着 功臣的脸面 您还真别以为 这件事情 听起来的很荒诞 哎 更荒唐的 还在后头呢 这阿克敦呢 是要死没死的 这罪呢 要说小的也不小 必定啊 是写错了 皇上家的文书 那到了后文书啊 这几位大臣呢 那就更冤枉了 那完全是 没搞懂皇上家的礼法 在这皇后至桑期间呢 过早的 和托尼老师有了交际 哎 导致人头不保 我呀是天天挨着 给您讲故事的 昆仑流史 喜欢的频道啊 请您关注点赞 并转发您的支持啊 是我能持续更新下去的 唯一动力 得嘞 您早谢着 咱们呀 明儿见 三番 就是 不过 赞 那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